為了要讓媽媽有一個不一樣的無情整理的夢 加南越來台北新外海還有參與 是京東基板一種有趣味的粉絲料理課程 學生自己當手來製作果凍花 近一步了解粉絲可好 也希望可以有鼓勵 更多路線的動物可以導致科學領域 來到教學裡面看到學生當在專注的動作 他們心想在做事業 但其實是在做料理 這是最新的分子料理 運用各種的交替 創作出不一樣的技能 又加南越來台北新外海跟蔡英海 京東基板的課程 讓學生這則國動畫 送給媽媽當作無情整理的例目 分子料理是我們生活保健科技系 非常有特色的一門課 在這門課當中 我們是把生活和科技結合起來 把科技應用到生活上面 除了這個之外 生活保健科技系 它在整個課程規劃 是以食品保健健康膳食 還有智慧健康生活為主軸 我們希望可以教導學生在整個食品的保健 一直應用到怎麼樣吃得健康 然後用科技的方法應用在我們生活健康的管理上面 這次活動是有夠由補助的價位延伸出來 除了讓學生可以學習分子料理 也期待讓大家的路性動畫 可以導致科學的領域 好好也要持續透過等完的課程 讓學生可以精進更多的能力 生活保健科技系的課程 我們主要的規劃是在食品保健 然後健康膳食 還有在智慧健康生活等這些領域 那我們希望在這些課程的設計當中 可以在日常生活的飲食健康科技整個都整合起來 那同時為了培育在後疫情時代的大健康產業的人才 我們會規劃一系列的課程來輔導學生 可以來考取健康管理師的這個症状 那有這個症状之後可以在整個的健康產業上面 會有更好的就業機會 這次完成的古董花都非常美麗 就像真正的花一樣 讓學生可以學習到新的領域的課程 也讓大家可以送給媽媽一個特別領域請坐領域 今天又沒有人家哭 蔡陽佛德